这是上海博物馆研究馆员,中国古潮池协会副会长,复旦大学兼职教授,上海文学研究馆馆员。 今天,陆老师为我们带来的讲座主题是,初处重建,15世纪中期磁吸大奖解读。 接下来,让我们一个月的掌声欢迎陆老师。 各位上午好,今天我要讲的这个题目,大家都已经很熟悉了,最近这个展览已经开幕了,来看的观众是多少。 因为这个展览呢,一般的展览稍微有一些需求,可能有一些难度是比较大。 不光是这个观众,在专业圈里,这个难度也是不小的。 所以呢,这个我想尽可能的给大家把这个展览的这个聊内容解读一下。 希望能够让大家更多的了解这一段,专业词业实际上的黑点的词。 也认识一些这个时期的一些词性,这个词官到底稍造了点什么样的词性,因为这些读者过去都不知道的。 那我们说明代的正统景泰和天顺这三个朝代,它是很有极致性的。 所以这三个是重要的类似政治事件。 但是在中国陶瓷史上,在明代景泰任的实业发展史上,这一段历史是空白的。 几百年了,大家几乎都知道,景泰任在这几个朝代,正统景泰,天顺,三朝里,造造了那些什么样的词器。 那么这个三个朝代的词器,稍稍的类似我刚才讲的,是一个复杂的课题。 那么主要的原因是什么?词器上面没有写款。 一个是没写款。另外一个,这个时代还有因为官耀和民耀。 官耀时期不写款。民耀的主流产品,实际上也没有很多的实物资料给我们在这个年代上的参考。 而且文显的记载,所以造成了一个时期的类似,刀刀的类似。 它的面貌不太清楚,甚至于说是空白黑暗的局面。 那么1980年代以来呢,这个陶瓷学界呢,昨天开始, 对这个时代的景泰的词器呢,进行了关注,探索,然后进行研究。 1988年和2014年的两次,景泰论的这个官耀考古发展,取得了重要的景泰。 这个呢,使得我们对研究这一段所谓的空白系的官耀特性,它的双双特性非常重要。 所以,考古发现,使得这个双双的类似,呈现出一堆新的类似。 为了进一步搞清楚这个所谓的空白系的面貌, 考清这三朝的这个词器。 这个上课呢,花了几年的时间呢, 准备了这样一个,咱呢,希望呢,能够搞清楚, 了解这个陶瓷的发展, 那也是很清楚,哪些器物到底是,所以当时照顾。 现在呢,展览已经,已经将近一个月,参观了观众很多。 那么我们在前面,已经给这个展览的定位,定性了。 就是说,它是一个艺术性,学术性,探索性,坚视的这样的一个展览。 所以呢,这个尤其需要从专业的角度来进行,可以进行。 这个是卓朔重现的这个卫胶。 那么卓朔,这个是我们自己的这个名字, 现在起出来的名字。 那么这个它是有类似颜护的, 在文人名字文中呢,出现了。 西汉末期就,洋水茶就已经有这样的。 那么东汉,啊,东汉这个菜人,三宫位,寄康, 还有后边的主持, 这些人都在这些破曰文采的瓷子中间呢,用卓朔。 那么我们呢,再解释一下。 这个展览,用卓朔这个是, 不是为了追求这个华丽的瓷造, 这个是要寻求它的意义。 那么从词意上来看呢, 它是光明和光彩的瓷。 就是说,我们的意思就是说要表示一个曾经被掩埋了数百年, 烧造历史的这个时代, 要还原它的真实历史, 恢复了它的本来的面目。 那么瓷器是我的意思, 把这个包含重放光彩含义的那个, 做出重现的光彩, 这样一个, 呃, 被类似夜幕的时代, 遥藏, 烧造的残力当中, 是一种巧合。 但是, 这里面就蕴含了一种特殊的意义。 这个呢, 这个呢, 那么今天的演讲要点呢, 有七个包含。 第一个就是明代观耀瓷器烧造的七种面貌, 第二个是控制性的早期演绩。 第三, 是正式对15世纪中期瓷器烧造的记录。 第四, 是蚕诗15世纪中期观耀瓷器。 五, 关于1988年2014年两次考课的发现, 六, 15世纪中期翻网加门瓷器。 七, 15世纪中期明耀瓷器。 这个七个包含。 现在讲第一个明代观耀瓷器烧造的基本面貌。 我们知道明代景德论的观耀瓷器呢, 是通过古代瓷器中的一个重要的品品。 一种巨大的艺术。 在这个中间呢, 是红武永恶宣和陈花。 这几个朝代的观耀瓷器烧造的, 他们是引领了这个时代的朝铁。 而且呢, 取得了这个归王的成绩。 造造的很多产品呢, 现在流传一世, 产生了深远的流传。 那么这四个朝代, 是最重要的, 这个烧造, 官耀瓷器的这个朝代。 我们把它用出来。 第一个是红武, 除原商土印通过以后, 在吉德镇红武二年建立的朝铁。 那么, 开始造造这个朝铁。 这个朝铁实际上也是官用的。 不是很明确的一定是御用的, 但是呢, 它是其实还是经文公平的。 现在这个, 事实实际上也证明了, 南京明故宫等出土入, 这个北京故宫, 台北故宫的这种收场, 都可以证明。 所以呢, 这个, 王武官耀呢, 现在经过的发育, 它有, 不少。 应该说部分吧, 也不能说不少, 因为相对说, 王武官耀的这些还是有多。 那么, 永乐呢, 正式撕裂了一几场, 像王家的一几场撕裂。 我开始大家找到大部门那种。 当时皇帝派宦官去, 做造。 那么, 汽油上面呢, 有少量的款式, 有些款式, 有少量的。 是吧, 我们可以回想一下, 白词, 白词, 填白语的, 永乐延制的案款。 是吧, 永乐延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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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永乐延制的。 还可以想到, 故宫博物院收藏的, 清华, 永乐延制的。 永乐延制的, 永乐延制的。 那么, 这些永乐延制, 对我们的永乐延制, 实际上是相当重要的。 那我们就比较清楚, 只要确定它是真的, 是那个朝代的, 那就行, 没有款的, 那就会造成功能。 那么, 宣德呢, 这个预期上是大量造作的, 其物有很多的落款。 别人曾经经过发掘, 这个永宣, 一般永乐延制的, 有比较多的产品。 那么, 成化, 这个预期上呢, 它是大量的造作的, 有大量的产品, 是落款的。 曾经经过了考古发掘, 发掘出了很多碎片, 有比较多的产品产品。 还有几个呢, 就是明代冠药池, 超高面貌倾斜的, 这个朝代, 一个是红字, 它预期上里面有比较多的超高, 系物也斜款, 经过考古发掘, 一部分产品产品。 这比较少量的, 红字因为本身它是超高, 其实是超高的, 超高的。 这些老大讲不多, 这个红字的皇帝呢, 那时候, 它是成长被中心皇帝, 所以看的, 它还是比较, 这个助于老百姓的, 这个生物, 正在说, 那么, 那么这么多呢,玉琪长开始扩大,有烧灶,比较多,西部长多的,很多色落款 年纪过来发现,有多少产品有产品 前两年呢,这些,呃,准备的陶仕工业就说了,不公共园,就吸过这样的产品,这样的产品 那么,加进玉琪长,大量烧灶,加进这个,这个时间很长,是吧 呃,四个几年呢,它是烧了很多的,西部长很多色落款 结果发现,也有,也有大量产品的产品 那荣庆是很短的一段时间,六年 真正烧的时间是非常短的,人是第一年吧 那个,少量产品,西部长多款,对不对 大名,青年,灶,啊,跟那些,呃,宣得年子,大名子,万年子,归样,啊,那些有一个灶子 那个少量,就是很少的产品 然后外力又是一个年代很长的一个,烧灶量很大 气温呢,是斜块,就是大量的产品 还有几个就是,官药,洗烧灶,面貌不清,和没有进行烧灶的几个草类 那么一个是建文,啊,这个就是,呃,圆元昌的生子 圆元昌的生子可以为,被拥落皇帝的推断 他没有,没有记载,又没有这段时间,有个少量 实际上是没有,那么宏禧,就是,做太子的时候很有作用 但是他,当了皇帝就,一点都不到,就去世了 其中间是太短,所以也没有,还有一就是,郑国警察,天政 有文献记载,凡是什么,那些被,在历史上告诉你,就是这个 还有个泰昌,啊,这个也是,之间太短,也少了 天气重振,这个词要说明一下,这个万里后期就不真的 官邀不摘大规模的少方,但是不排除,也不过不少 我们看一下明代的朝代记忆,这个是夸了几个世纪了 我们把这次我们的这个展览定为,15世纪中期 我们看一下它的时间,正好是正统景泰天分,它正好是15世纪的中期 我们已经从14世纪开始,在它等等4世纪,于16世纪初 , inversor。 irgendwie个人灰寒264世纪,处在早中行,空袭犬 从早中行段时的一个时间段,正统景泰天分 我们的展览就是要聚焦在这一个很短的时间里面 那么这个三个朝代呢 它是从正统元年到十四年 它经历了十四年的时间 景泰呢经历了七年时期 天盛呢是八年 这个是正统和天盛是同一个法 这个就是经历了政治变局以后 这个预驾清真的英宗皇帝备护以后 就重新回来当皇帝 所以呢这两个朝代是他们的 那么景泰是七年 这个呢就是他的弟弟 后来他这个又回来了 总计就是二十九年 所以我们的这个展览呢 大致上要交在这个二十九年中介 这个是介绍了明代 一些简单的情况 第二个介绍了空白戏的形成和早期的研究 那十五世纪中期的这个宣德以后 成了以前这三个朝代 现在看来也是明代磁器的一个发展结果 但是呢当时的官邻要刷造 还有他的产品长期都存在 几乎是没有人知道 成为一个历史上的梦底 我们的前辈专家学者呢 成为明代景泽生辞业的一个空白戏 所以呢把这个时期呢称为空白戏 那么从这个收藏的历史上来看 明代景泽生这个官邀此期的收藏的历史呢 是由各个时期稍造的产品它揭露起来的 宏武永乐宣德成化 这个和以后各个朝代 有传世平的几个朝代 也很多时候都已经证明了 所以这个呢很对于这些朝代呢 它的官邀此期上是书写了自己的年款 比如说宣德年代大名成化年次 大名加进年次分子 那么这样就比较清楚 到底是哪些习武 我们都很明确的知道 哪些是不明确的 我们看到这里就是 我们展览的第一个位置 上面都是一些有额款制的习武 这个是宣德大名宣德年次款制的提法 所以现在大名宣德的成化款 就是宣德的那个 就是宣德的那个 宣德跟预期上的设备 就是宣德的这个标准 我们看到这种 就是有一款的磁器 是比较清楚 就是宣德的大名宣德 大名宣德年 大名宣德年 所说这个磁器底下有款 以后的每一代的收藏家 这个文人爱好者 他都会在 记小说里面有所记载 有所记载 那些没有款式的 他没有人会知道 不会记载 不清楚 你根本就不知道这个东西是什么时代的东西 过了几个朝代以后 也可能过了一两个朝代 这个东西传出来 就没有人知道 那么到了明朝过了 到刘青代 那就更不知道 到现代那还可以多少年 那么这三个朝代呢 说到了 这个 实际上说到了很多磁器 文贤也有记载 但是没有写款 所以呢 大家就不少 也没有人 对它被认为 对它建设 这样呢 就造成了我们以后的 陶磁使用 现在的专家呢 也感到很控制 这个时代到底是什么 什么样的时代 哪些是属于这个三个朝代的产品 所以呢 之前这个电路很公开前面 也就是这个概念 那么明清文论 对锦德镇冠要时期的论述 很多 没有人提这个三个朝代 这次提到 也是一些常规的造造机会 个别的操作 抱歉 提问一下观众 大家都 基本上都是默认前面的 一种一种观念 对磁器的这个认识方面呢 这个永乐宣的惩罚 这三个朝代代入 陷于文前的最后 那么其次是 洪志正的家庭外面 对这些产品 那么到1970年代 1970年代到80年代这个阶段呢 这个洪武逐渐的开始 引起人文的这个注意 方王以后呢 听洪武和乐宣的惩罚 这四个朝代 几乎可以说是分平抗命 因为他每一个朝代都有 他突出的东西 他代表性的东西 所以洪武它是后起来的 后远起来的 后远起来的 但是呢 他一旦经过认识 这个认识过程实际上这个 是什么的 从六十年代的南京的民故宫 这个发现开始 这个民故宫的这个考古发掘呢 发现了洪武的这个观药词品 那么这个引起了这个专家的思考和研究 到七十年代呢 出现了这个这个 这个各种 学术研究 恢复正常以后呢 大家就有一个 就有专家开始形容上 这个认为 这个认为 红武的 红武的 是一个重要的 时代 那么 对照 传识品里面 有些评价的东西 就开始重视 那么 红武观药很快就被认识了 后来一下子就是起得很高 到八十年代 就大家对红武观药非常重视 是吧 到八十年代下 中期以后 红武的瓷器 它的这个 国际市场的价位 它一下子走 创造了当时的瓷器 开卖的最高价值 这个呢 当然不是以价钱来说 但是就是说明 它这个 人们对它的重视的程度 所以呢 可以说这四个状态 应该是说 它是占领着明朝 这样的一个 呃 观止这样的高地 但是呢 正统景泰天顺 这个三个字 查看了 一致是没有的认识 所以呢 是很难理解 那么回顾一下 国内外对这个空白瓷器 此期的认识 实际上它也是蛮早的 真正关注也是蛮早的 1964年明故宫出图以后 这个银子出图以后呢 也引起了关注 这个红武瓷器引起关注以后呢 这个空白瓷在这个时候呢 实际上也有一个罪状 嗯 嗯 但是呢 空白瓷的研究呢 它实际上不是从观要开始 它是从能要开始 因为 你从观要着手 嗯 没有资料 嗯 这个一定要有一个契路点 有一个 重要的 点 能够让我们来 最初能够认识的 我举个例子 就像元清花年 那元清花我们曾经办过这样一个大战 这个浏览生产 这个元清花的瓷器 它是一个自证十一年 十一年年款的这样一个契路的 这是由年款 在契路的上面写的这样一个契路 那由自证十一年 就是英国大卫大基金会 这个时候创造的两件的作品 就是上面 但是空白瓷没有这样的 那就是 那就是 也很开心 那么 1950年代 50年代以来呢 这个国内 开始 陆陆续续的出土 这个是一些民谣的瓷器 尽管这些瓷器 尽管这些瓷器 这样很少的 就是这个高的 但是它多少能够 证明这一个时代的刷刷面貌 这个时代到底刷了些什么样的东西 看这些纪念末 就可以看得出来 民谣有这样的瓷器 而且呢 而且呢 在国内外也保存有一些 自己带着这些纪念款的美亚产品 比如说有本七五商年代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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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80年代前后呢 这个有关的专家呢 开始 关注出版 所谓 所谓这种 空白器的 那些 出版的 这个 有关于空白器的 比如说 南京博物馆的 王志明先生 北京故宫博物馆的 正宝昌先生 景德生的 黄一昆先生 都认识出了相关的美人 那么上海博物馆 在1980年代前期呢 也开始 留意过 这个 这个 实际受到问题 并且在 本清华 又有 红电文书 王志明先生 组片的 这个 书里 加入了一些 空白器人的 英雄四季 产品 那么 1995年 上海博物馆 新馆司开放的 中国古代 陶瓷 第一次在 陶瓷 长色展的 中间 放了完整的 首次级 中期 展出了 这个时期的 关门 英雄四季 现在 这个 我们二楼展厅的 这个 有一个会址 专门就是 现在 会址里大多数的东西 已经 掉到对面的 这个 出手从线 这个 大财 还有 还有一些棒的 这个 这个 银石棒 而且呢 在这个城内中间呢 就出现了 震灰庭 前方大陆 这个 第一次 那么 2011年呢 在深圳的 空白石器研讨会的 地小物馆展展 所以对这个时期的 警察认识 训练 进行很好 当然这个内容呢 它主要集中在 这个 藩王用词方面 因为 这个明代的 藩王的用词 现在也成为一个 大概万筑的一个 因为各地 有一些地区 做的 不少 这样的 藩王曾经用过的 一些瓷器 那么 顺便说一下 这个藩王的瓷器呢 就实际上 它 不是一个 我们所说的 一个 独立的 品种 是吧 它是 警督正 它是一个 官药和明药 当然现在也有的 说官药 不大说了 但是我还是用这样的 那个 藩王用词 它不 这个 不完全 属于哪个 因为它 它用过的瓷器品种 有很多 有几种 有各种各样的 有官药 有可能是 有官药的 有医药的 还有一种 就是 比较特别的一些 那么 这几年呢 这个资料呢 研究资料 开始慢慢多了 而且 或者是 这几年的 这个 医药厂促图 呃 收拾集中器的 瓷器和标准语痕呢 感变到 这样一个 空白的 空白期 黑暗期 我们可以 实实地进行深入研究 因为以前没有资料 现在 资料 齐全 那么 去年 五月呢 空白期 在一个 一个 在北京故宫服务院 这个 还是 学做 这个 这个是 这个是 主要是 给 北京故宫服务院 8月底呢 是在相当中 那就 五五呢 去办了这个 这样的 政府 来天成 官员的 这位 都可以 参加宣言 在这几个地方 对于空白期的时期的认识和观点 现在讲第三个 就是正式对 十五世纪中期时期抄刀的这种记录 从类似文献来看 正同景态 正同和天顺这两个朝代 在 景泽正遇到的时期 确实是 有哨罩 我用的这个断断续续 是不是差大 所以很难说 但是有哨罩 一定是有哨罩 因为考古发现 正同以前的 宣的 它这个很短的事情 这个朝代 应用此期 哨罩的受益 相当巨大 在宣的8年的时候呢 这个当时 这个 管理 王家善事的 善尖 善尖 这样的 万官机构 才出了 这个 要造造 龙凤瓷器 这个 这个数量是 四十四万 三千五万 这样一个非常庞大的数字 那么这个 反映出当时 对这种 王家的 对善事机构 的用词 需求量是非常大 但是总共只有十年 当然这个宣的八年的时候 他不会想到 宣的王家善尔 年以后会出生 他总是会 大量的 烧烧 实际上 实际上在 实际情况是 两年里面 根本就没有办法 完成 那么 宣的十年 正月初三 这个是 这个是 这个 刚过春节 这个是 这个宣宗皇帝去世 这个三十八岁 他去世以后呢 他 九岁的皇太子 周杰 他就是 英宗 那么英宗上台以后呢 那么 帮他辅政的官员 为他 祈祷了这个赵收 这个赵收是很长很长的 这个 凡是 宣宗 这个 黄家 这个 烧 к 这几乎是 他 这个中间呢就是其中有一段就是关于烧道的事情 这个就是明英诸诗诺里面就这样记载 那么这个是郑宏初宁的 就这样就是停烧了 宣的思念就停止了 就换了一个朝代的 那么这个停了几年以后呢 北京的三大殿 三大殿是永乐四九年 就开始了重建 重建以后呢 这个到郑宏四年呢 这个时间也非常的长 完工以后呢 他需要做气 那么皇家的那种善事机构呢 也更有这样的需要 所以到了郑宏六年五月的时候呢 这个他以后有这样的一些记录 那么这个是郑宏四上奏给国体决房地 就是要求造造 造造瓷器 制作瓷器 等等 那么这个就是 接下来就是命令 呃 瓷器 是 将其劳州府烧造 作为劳州府烧造 也就是锦德镇烧造 锦德镇烧造 就是锦德镇玉西厂烧造 那是一个 啊 那么其他的就是 就 零散手 造了 瓷器的 那么这一年的十月呢 就是 这个烧造实际上也是会碰到困难 这个是实际上是同一个事情 同一件事情 这个是 呃 遭到的瓷器啊 这个 这个 没有事情没有做好 没有做好 这个 呃 有关的官员 要参咒 其他的官员 要治罪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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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呃 不要去哪里 这样 啊 要他仍然要做完 做完 做完 就行了 啊 那么 正空青年呢 这个 他是 就是 公墓 也是有计算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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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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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态度呢 实际上 也跟当时的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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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官员 当时的几个官员 都是比较 还是比较清明的官员 比较清明的官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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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空九年 这个事情呢 就比较 比较重要 就实际到 这个 青花的 大黄康 啊 那么 这个时候呢 这个 呃 又上色了 就是 青花 青红白地花 干嘛 就是 这样 没有造好 那么这个 太监 就像王政出来 啊 所以就 讲他这个 这个 这个 要这个 派他的 下面 去葬祭这个 这个 这个 而且 都属于 正宗时期的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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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 呃 这段时间的 烧灶 在进行 因为 这个明确的记载 那么 景泰五年 五月 五年 五年 澳洲 这个 是一个 官方的记载 只有一个 所以景泰它是一个 非常 呃 还不是很清楚的 一个 嗯 那么 景泰五年呢 就 运从皇帝回到 北 回到北 呃北京以后 这个 呃 呃 南宫啊 啊 景泰皇帝安排他在南宫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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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皇帝重新 当成 那么 官药瓷器呢 就在天寸三年 开始掃 嗯 嗯 天寸 三年 那么 这个 这个 一首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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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呢 这个 还有一个 对 另外呢 就是 这个 对 就是 还有一个 就是 朝廷呢 这个 明初开始 在浙江的龙泉 楚州 遭遭金寺 龙泉金寺大家都知道没有 它在魏旺的时间是在颂元时期 实际上我们以前都没有关注 明代的龙泉 它也是一个重要的关注点 特别是红武开始 遭遭惯用紫期 当时红武二十四年它是朝廷规定理由 数量少的 数量多的在京师自治疗扫造 数量少的 命令牢州 楚州 扫造 牢州就是景泽政府 遭遭权 楚州就是龙泉的关注 所以那个地方也在造紫期 所以在天圣的时候 两边还是在继续地烧 所以这个时候 实际上这样的瓷器 是一样能够在进行 所以天圣的时候 烧到瓷器 还是不让我们做 那么到了天圣八年 陈化皇帝上台 这个时候 宁中去世了 这个 宁中皇帝上台 上台以后呢 它就命令 所以这个 江西劳州 楚州 泽江楚州 稍稍此期就是 禁止 全部都禁止 官员回到北京 所以这个时候呢 官耀 此期 稍稍在这个月份 又会 战高一段落 那么这个战高一段落以后呢 江大的楚州,从此以后不争耍。 因为新皇帝有新皇帝的大战,新的管理机构为他们自己的形势。 就是,龙泉从这个以后,它自烧民量自己的跌。 但是,景德镇是继续成为御用的基地。 而且,烧照量是越来越大。 在文献里面还有一些明耀的,关于明耀的方面。 正统天圣,万耀之气它的成品,它主要的流向,无非是两个地方,一个宫廷,还有一个是光楼寺。 宫廷,它也包括很大范围,它包括后宫,皇帝,自己。 还有一个是光楼寺的潮信的验响机构,也是很大的机构。 那么,根据现在的情况来看,根据文显的记载的情况来看,光楼寺的使用还是最主要的。 所以呢,实用的气力,实用的还是最主要的。 那么,光楼寺呢,是什么样的机构呢? 它是一个,一个扇,扇袖机构。 它扇袖持器呢?扇袖持器呢? 扇袖持器,它不是由它来扶持,它是使用的。 它是使用的,操办活动的。 这个机构是操办活动的。 它的主要的技能,就是专制善修想念的, 凡善修茶饭的物品,去扇袭。 这个是光楼寺的一个基本技能。 它的功能,大致上也这么几个。 一个是协助祭祀。 王家有很多祭祀参修。 它需要很多机器。 所以,光这一点需要的瓷器量就有。 这个是关于祭祀。 第二个就是举办宴会。 这个宫廷宴会,这个实际上也是很多的。 就是京城。 这个外交场和外国使城来了。 现在官员要有什么大的活动。 王帝有什么大的活动呢? 官员叫我的,也要有庆典。 都要由他们来操办。 第三个是,朝廷大臣上朝。 供餐都要给他们吃饭 这都需要准备餐具 准备饭菜 第四个是供奸硬件 硬件不比各种各样需要的东西 六个就是外交材用业和材料 刚才已经讲了 开始放在最后一段 光罗市的东西的来源主要是这个 第一个是各省交纳 第二个是上营院内服库公布等相关额 这个锦德镇磁器应该是第二个 它是公布负责商商 第三个是光罗市自己生产 自己做 第四个是什么东西不够 我们先去购买菜 这个职能实际上是比较清楚的 公布是负责磁器的专门负责磁器刷造的 光罗市是向草原生性的移动的 磁器造成以后由它来领取 第四部分 我们讲传师十五世纪中级灌药磁器 这个是我们展览中间的灌药磁器 这个是我们展览中间的灌药磁器 这个里边呢 我们放出来有对照性的器 但是碎片 碎片呢 都是整个的运气材移植 完整器都是身上的 这里基本上都是不够的 这个是一个鱼磁器 鱼磁器就是东京国内部 这也是东京国内部 这也是东京国内部 这件事我跟上海说 有青花有彩 主要是这两个 还有单车用 这个是我们上海的 青花硬性功德 那么这次展触的东西呢 我们建故功德的 除了我们自己的以外 建故功德 另外呢 这个搬药的事情呢 还有几家 根据从国外经济 这个也是比较 这个是2014年 饺子出场 就是完整器 就一模一样 完全一致 它现在就是这样的 这里面呢 像北京国务院 青花海水盘 龙文盘 红彩 红彩 碗 盘 还有青花红彩 红彩 红彩 豆彩 鸳鸯文盘 还有就是清幼 清白幼 这些器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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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应该是没有问题的 就是参照了考古资料的对比 这样呢我们就基本上已经找到一部分 这个 这个 蝉饰品里面已经找到一部分 这样的 光药 当然这个 有关 蝉饰的 光药的 产品 属于正宫警派 天室 这个时间段的 参与 目前还不是全部的 这是一部分 这是一部分 相信今后 会更多 出现 特别是像台北 物工 今后 他们也会 举办这样的 活动 这样的展览 等他们的展览开出来 会有更多的 这个 完整器 我们没有见过的完整器 但是在考古发现了 已经出现了完整器 可能会重新 给大家见 所以呢 我们也很关注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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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前都是 一看就是有个圈套 不可以说 什么 这东西是正统 是天顺 不可能 一直来这样理解 因为底下 没有款 过去的蝉饰品 底下没有款 就是这一段 是 的 的东西 全部分在 乳酪圈 和 成化 甚至更完整的草带里面 这个是在没有考古发现以前的 但是现在经过了考古发现 考古发现 很多器物都已经很清楚了 所以可以大胆地把它放在并立在一起 像这种题材 但是 当时 受到的特别的 海受的 这个题材 所以 特别的 几乎好多器物都是这样的 这次展触有两件 差不多的类型 一件是在 文物公社上 一件是 苏德国玩的 一大学 那样差不多 那么这种碗的形式特别观众 这种碗的形式特别观众 因为我们上过有一些这样的词器 这种造型的词器 但是文术的词器 大家肯定在座各位好多都看过我们的展览 展览中间就有英系图 这种碗都是这样的造型 但是它们的词器也不重要 像题材比较集中 比较多 还有一种就是比较特别的 就是像初期针 这种初期针是如果没有考古发觉 你怎么样也不会想到 这个是受视纪的正宗帮 天宗帮 这样一个时间段里塑造 因为我们上过有初期针 但是我们说万类的 这个是底下有万类颜值 还有大名加进年质 大名加进年质的底下也有款 而且这两种加进万类的款式 如果没有写年款 我们也可以大种可以猜得到 这么一点点 了解的各位可能都会知道用什么方法 看它的清料 它的清料是很典型的回清 回清的料是什么是流行 就是加进万类 所以很容易 那么这种呢 就不太清楚了 以前是可以把它看得 早一点 但是不会再找到 熟食的中期 以前看得是正的 这两种都是非常精美的 这个是在初图的初術史当中已经看到的 这个呢 在国外也有 也有一件这样的 这个刚才我们看到的 主要是龙王啊 莫戴纳啊 这样的造成 但是呢 它的真的用食物来比较 它的形质 文饰 确实是跟后面还有 还有续续 清花的花色也是 那么 清花壮观 这种壮观呢 以前就是有乐趣的 没有什么疑问 为什么疑问呢 我们自己有清花壮观 但是呢 我们跟它对比了以后 希望它是能够造的 但是我们没造的 它是清代造的 清代就是清代 来到年代 这个还是很明贵的 那么这种壮观呢 发现了以后呢 要常发现以后呢 就跟故宫的比较 一样去 故宫呢 还有一件壮观 我们上次去看的时候呢 看到呢 还有一件壮观呢 它跟这件壮观 还是不一样 它是非常典型的 所以这个呢 就是选择的 用那种进口清妙化的 造成非常好的产品 所以这个呢 两者是选择的 就是选择的 这件 那么把这件拿过来 跟这件比较 那是一样 制作工艺 圈左 胎右 基本上都是 所以就是 那个时代 同样的 同样的 什么壮观呢 这个是在 龙泉也有 龙泉 就是刚才我介绍的 龙泉的 天生观念 以前 还有一个 平华唐靖 这件唐靖 就是北京故宫的 这个是 基本上都是 这个 这个文字也基本一样 这个 圈左的做法 也一样 所以 应该就是 同时期的 完整的 东西 那么在 实际上 我刚才讲了 在台北都公也有 不少的 也不完整的 武器 尽量存在这样的一个 在认定的 以前呢 跟我们这边一样 都是定位 永乐宣德 不认识 因为 不认识 现在 基本上 做了 这边呢 介绍两件 西文 这个 青花 维一文 灵文 这个 漏材 漏材 就是 没有画材 就是 右上材还没有画 西文已经完成了 还有一个就是 青花绿材 这边就是 这个 这个 还没有 它肯定要做 没画材 还没有画材 但是 这件器物 已经进入工品 这个跟 那个 裕尔厂的 碎片 不一样 那个是 碎品 这个是 完成器 已经进入工品 那么 这种器物 在过去的 认识 中间 往往就会说 它就是这样的 因为 没有完成的工具 是不容易出场的 但是实际上 看来是 未必 这种 像这种 它是 烧的时候 设计的时候 烧的时候 它都是要考虑化财 把财 采样的这个地方都空缺了 再加一点 青花的勇猛 完全是为了加六上材的 但是呢 还没有化财 但是 它已经不要出来 它进入了工具 那就说明 当时 需求的时候 要求不适合 就是说 肉材 它也 它也 同样也进入 也可能 也进入光多士 这样的 还有这一件 这两件都是台北工具 非常精的 这件是完成的 这件气味 非常高 上面还有淡花 还有豆菜 豆菜 鸳鸳鸳鸳 这次呢 我们展出的碎片有好几点 就是 一个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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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么在1980年代呢 曾经发现过 西藏沙家寺 就是这种 这种 碗和高手碗 清华五彩的碗 这个农场经历 来过上来 五彩的碗 高手碗 但是呢 没过久呢 景德顿就开始发现了 也出现了 宣计的宣设款 也就是 奥款的 斗菜 这边展出的就是 这个是 这个是 景德顿 这个 这个是天津 佛法律 这个是 北京故宫 都没有 风格 就是跟 药厂里 出的东西 具体相似的 这个是 的 在台北故宫也有 台北故宫也有 这种 的气候 也是有可能 造物的 成华 那么这里呢 要介绍一件 北京出土的 清华瓶 这件 气候 这件 气候呢 这个 蒙尼 看它还是比较完整 其实它有 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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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是 景德顿 厕所的 它带来的盖子 这个瓶子呢 是 非常特殊的 一层 这个 是 在北京的一个 名 成华 安眠墓里面 特别的一个 品质 那么这个里面有 墓字 墓字里面记录 下来 这是一个 成华皇帝的 长子 还没有起名字 他是成华二年正月十九日生 十一月二十六号就去世了 只有短短的十个月左右 这个孩子去世了一个 就是 空庭中间 非常费重 因为他是 长子 皇长子 皇帝刚刚上来 他还没有封他太子 那么这个孩子呢 他的 重要的 他的母亲 是万贵妃 万贵妃呢 什么万贵妃呢 他这个 是 皇帝重新的 这一辈子 这个 明代文献里面 有这样的记载 而且呢 他就生了这么一个海 以后呢 就是 再也没有生育 再也没有生育 那么在这个 皇子的墓里面 发现这样一个 清华平均 他 我们基本上 可以肯定 他是 以前一个草带的 这个 这个 这个在 比较长里面 有相同的记忆 就是我们刚才看到的 那么现在 包括前为止呢 我们现在还没有看到 很明确的 在这个 墓葬里面 彻底 我们代替这个 官有 早期啊 是中早空期啊 后期是有的 比如说 万贵的 十三子定理里面 他就管一管自己 在早期到中期这样一个阶段 几乎是还没看到 所以是非常重 那么这个 这个墓制制度里面 我们了解了这个 可以了解到那个 那个孩子当时 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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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 方式的政治对比 他是 对以后 如果他活着 对以后的走向 其实是 民族的走向 其实很难说 但是呢 去世了那些 那些 这只能算是一个 很小小的插曲 但是呢 这个 这个 这个插曲呢 也说明一个问题 就是 这件器物 它的重要性 它是 天盛八年 就是 这个 呃 官邀辞去提倡 的 两年以后 这个 这个 小黄是下葬的 哪说这些东西呢 应该不是 这个 这个 陈化石头 陈化元年 或者二年的手刀 因为没有 记载 这两年是手刀的 官邀开始手刀 所以呢 这个指示呢 也就是说 应该是在 呃 天盛八年 这是我们上学的 这个 新华词器 像 这种 特别是 呃 这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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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功能 在这个 需要的 还有一些 没有款式的 能有些 没有款式 有些 没有款式 但是 由于 没有款式 有的 也没有在 医药厂里面 找到 同样的东西 你要 十分明确的 在认定它 还是有一定 困难 还是有一定 因为我们要 还是要相信 可观 科学 这些 这是上海的 这些是上海的 这是从美国 就医荐厂里所 就是内衣的 还有一种 这种是没有款的清华词,还有就是,我们有三件,三件这样的,都是英系图,这种英系图呢,实际上在宣德的时候已经出现了,宣德的官邀清华词期,大名宣德典子的官邀清华词期就有英系图, 那么这种图呢,则延续下来,那么这种器物呢,过去是被定为这个责任的,我们最早的时候看到这种事情呢,它都是这个责任的,而且一直到我们九十年代中,进入成立社区,也没有看到其他地方的责任,所以我们也是比较早就把它放在宣德中期, 因为也考虑到,它可能选择,可能选择,选择的时候的,比如这样的器物,另外呢,这种造型呢,就是一种比较特别的,啊,这个,嗯,对于蚕食的食物的比较,往往就是,只能是这样,有款式的,那就是你辨认它的,辨认它的,辨认它的,没有款式的,就只能根据它的风格来比较,啊, 从它的草带来中间,看看哪个地方,可以是中间的草带,能够插得进去,所以这个呢,还是当时,就能够不同的事情呢,就是说是最终极的,那么现在呢,这个,2014年的这个,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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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还有,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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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我们有两件这样的更亲友的网 还有一件是进来 是完全一样 那么这种东西呢 过去呢 称为是正德 还有这个一点 这件是造型不一样 这个是以前 现在宇宙的宣泽 这样的一个 你没办法信了 你没办法信了 或者是我的 就定在这一套造型 实际上就是他的宣泽 就是造型 但是纹饰啊 细物的这个 宣泽工艺啊 基本上是一样的 那么根据 呃 介绍呢 在台北故宫这样的宫又有点晚 宫要达到200斤 200多斤 这样一个 一个大量的 受伤 这个呢 只有在宫廷之后 是以前的这个 清风里面 就成下来的 那么过去呢 这种宫都放在正德 这个为什么放正德呢 这种宫都放在 但是呢 我最近呢 就看到在国外的资料中 看到有一件 正德年纸的 宫都放在这个 这样的一个 清油管 和我们的这个 清油管 通过是 基本相同的 什么 既然有正德款的 那你一定正德一个 但是呢 这个 这件器物呢 我觉得是时间不到的 对方 他们也 把它定为清代的东西 所以这个 可能是一个 宝藏明朝的东西 那么因为 传世纪里面 既然有这样的东西 那么你如果 如果这件东西 当时认定它 是明朝正德的话 那么把没有款的东西 认为是正德的 那也是正德的 所以我觉得 也可以 就把这个 认为是正德的 当然这个情况 是不是完全是这样 可以看这个 清理和谈讨 还有这种碗 这是我们的 一件很好的 海寿 这种碗呢 在台北部 也有几千 这个风格 有的相似 有的恶美 也就是 海水是红色的 那就 红彩的 上的更重 就是大红小的 但是这种造型 都是跟 我们的 前面讲到的 清幼的碗 和清花的 英细碗 细风相似 造型 都是同一队 可能都是 同一个时代的 还有一个眉笔 这个眉笔 我们有展出了一件 这个眉笔 完全是白油的 来爱的 那么展厅里边的 这个医药厂 有的这种医药厂 医药厂里边 也有一件 这两件 应该是同样的 同一个事情 那么第五个大点呢 我想讲一下这个 关于1988年和2014年的两个厕所 考虑发行 那么1988年呢 是在景德顿珠山呢 这个东舍营呢 他发现过 凭片的堆积 这个堆积当中呢 就发现了 呃 就明 明在那里 成化的 再往下呢 就是发现了笼高 啊 笼高的碎片 二十多颗笼高的碎片 那个是量子非常的大 我们以前去景德顿珠山 是说的 经常会去 去的时候都会看到它 这个小房间里边 你贴在那边 很高 这个是量子 收到的是非常的多 啊 但是没有人管整的 这个后来呢 经过了修 就说了 这个完整武器 我们这次把这个修复件 带过来 大了 大了 修的武器 所以 那么同时是当时出的 这个石武器呢 它还有啊 盘品物器 做山子 青花 白色 豆彩等等 很多 这样是非常大的 那么这种呢 这种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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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种颜色很深的 啊 但是 也跟 永乐宣德的那种 青花的 带黑斑的袖 有不一样的 这个 这样的 发色 这样的图案 这种呢 这种呢 过去是把它看成正的 因为它就是那个时候做的 所以说正平时候就这样的 这样的图案 那这些都是 比较深的 这种呢 这个在传世评里面很少见到 我记得台北公共有了一个这样的 这样的 这样的 在2012年的时候呢 这个是在这批东西呢 是在香港 在出国 在北京的队 在瑞士队 在瑞士队 这些东西 平中有这些正品 正义性 全部没有 可以看到 瑞士队是正统的 那种风格 那么就是 以前呢 他们是比较明确的 把它定位正当 但是现在 我们的这个展览中间呢 它还是把它 叫统一的 就定在正统上天圣 有些器物呢 我们定为 收拾其风器 这个定名呢 还是不完全一样的 这个所以呢 在这里边呢 还是有不同的 这个认识状况 那么 青龙白丽花钢 这个在 零一宗十六里面 讲到的 它就是正统 画药的一场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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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完整的 去 才是 就是这个 那么有一次 北京故宫国务院 这个 我们的前辈 跟包装的 宣传家 他跟我讲 说 早年他在北京 庆祖 这么一件 大王康 客人 不晓得去哪里 不知道 那么 就是这个 这个 大王康 就是我们现在 大王康 唯一的一件 这一件大概也就是 明代 光耀时期最大的 传世品 紧张的 车头的碎片中间 有比这个更大 更高 更高 更高的 但是 这个 传世品 就更美 那么 北京看到的那一件 这个是 这件 更高大一些 那么 以前呢 我们 知道一件 后来 知道 还有一件 还有一件 那个 这件 这件 大王康 这个 马路边 有个小孩子 推车 要照片 这个照片上面 后边呢 就放了一个 大的龙康 现在 引以于 看的是龙康的 样式 样式 发落 我呢 把这个 照片呢 对抗了一下 跟我们那一盒 不是同一样 不是同一样 这样呢 就说明 这个 当时 存在过 第二节 第二节 也可能是 受持续重新的 实在的 那么 1995年 我们把这个 文化就放到了 我们的 语言 我经过 确认 一个这个 专家 训练 先生 来看着 他跟这个 他跟他们说的 是一样的 同样的 应该就是 那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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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水 除非是你不应该用开片的 纸漆 开片的 表面的开片 是故意做出来的 但是 一般的 青花 整个的青花 白柚纸漆 或者青花纸漆 开片 就是 没有成功 那么 他刚才有空 到上面去 可以看一下 文化 文化上面 布满的 那样的 确实是布满 应该说是 算是 但是 真正能够成功的 当时 有多少 是不是超纯的 有几件 进入了公平 到底后来怎样 所以这个 看法可以有 就是 这个 这件事 不是公平的 然后这个 有可能是公平的 也可能是 这件事 很难受 那么 2014年的 一次考古 这个是 这个考古 这个发掘的 它是 两年比前面的要大 500平方 民众也很多 这些品种 这些品种 我先顾问 这些品种 最 基本的品种 在我们的展览里 都已经出现了 都已经出现了 这一次的展览 你跟那个 导师考古已经出现了 他们付出的努力是 非常的大 他们为了这次展览 把很多以前都没有修好的 修出来的东西 修出来 所以 一个 基本的 完整的 给大家看 他们的念 细心很多 这个细心 我觉得不一一介绍 除了刚才大龙 刚刚 还有 前面介绍 实际上 这里面还有一些 有两点的东西 特别好 可以介绍 那么 这个中期 根据靠谱专家的分期 它第一期 是跟宣德的 宣德的颜带相近 第二期 是跟陈华的颜带相近 那么 这个词器 我想选择几个重点 介绍一下 那么 清花的秀墩 那么 这种秀墩 是我们以前见过 这个 明代有不少秀墩 主要是家境万类的 这个秀墩 再后来也看到过 中西的秀墩 另外 再早的秀墩 只能看到 明代的 这个龙泉 就是 楚州的 所谓的 楚州官池里面的 这个秀墩 完全是 清流的 对 我们曾经都到过 很好的捐赠的 这些秀墩 这个时间也可能就是在天生前 这次没有到达 没有到达 那么 这次秀墩它主要是两次 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两次 那么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非常幸运 这个前面两次在北京的香港展出的时候 都没有看到完整的 只能是看到一个面子 这个呢就是我们是要求他们这个尽可能的修成 修成的两次给广大观众的观众 所以呢他们非常努力的在修 后来终于修成了修成了修成了两件 修成了两件现在放在这个上面 我们应该再修成了 所以非常不容易 因为我们知道 在那么大的那个量的这个考古的产品之间 你要找一些碎片拼接起来 有的时候 简直是像大海老师 你必须要有一个非常好的场地 非常大的一个环境来给他们 那么这个简直真的 这个市里面的领导他们也非常支持 这个给他们一个新的地方 这个地方得到一个难的问题 可以不开 能够找出一些很不容易找到的 你如果担不开的话 你不能把南西里面 因为全是碎片 结果他们把这个两个系统拼出来 其实还不是两个 就是南来的 我们要去担至少要有一个 至少有一个现在南来的 所以很不错 全是青花的 那么结果上它是有三种 它是有三种 三种这个文字 那么还有这个秀敦呢 就有两种青花 一种产品 这个是蓝色品 蓝色品 我曾经是 这个非常努力地回忆 在以前在外面看到的 想了很久 想说在外面的时候 看到后在那里 就来见东西 所以我觉得这时代的秀敦 后来终于想出来了 地方也找到了 但是不知道 还是不是 年代要版 所以这个时代的秀敦 是最大的 这个从来没有见过这么大的 这个明代有这么大的秀敦 特别的秀敦呢 这个从中期到晚期 或者这种秀敦 基本上不是小孩 小到什么程度呢 就是跟我们现在 所用的 这个市场买的那种 持着肯定的差不多 这么大的是很不容易 但是这种大秀敦 我想搬送人 体量大 开地也很重 然后在龙泉呢 天寸八年以前 他也造过这个清子 这个人 这个是很难修的啊 这个像这种 因为这个 我们都知道 这个官邀的秀敦 他在医药厂里面 或者是 比如说 宋代的官邀 宋代的里面 这个在烧完以后 碎片啊 他都不处理 要处理掉 这个是 你根本也不理解 他每次都是要 要这个 停烧了 官邀处中以前 他肯定要 要进行一次大的清理 把那些 容易看出来的东西 全部倒地下去 进行 这个打碎 像这种 器物 要拼接 他打得很碎 因为这个 镂空的 镂空的 打碎就更容易 这个是 就是龙泉的 这个是这个 一股工 它这个 上面的 这种 孔雀纹 我们看到 这种 孔雀纹 在 社会 集中器 营养中间 在空里面 就有 这个 这个是龙泉的 使了 两个地方 去 找找 那么这种 蝉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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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反正现在也不是十分清楚 就是一个是 光路是一共 还有一种就是 公园 到底是怎么样 还是十分清楚 那么 我们 知道了这个 时间段 已经营养到这么多 的东西 但是它后边什么时候 再重新营养 这种 我现在 做不清楚 在 零代中期 你没有发现 这样的 类似的 这个 这个 金花的修正 它可以分成 三个类型 一个是 一类型 就是 胡秋美 就是 宫中美 还有 一双 那么 清花的 就是这样的情况 但是 彩词的修正 它就更加 此难以忍远 彩词的修正 这个 我问他们能不能修出一个 彩词的修正 我问他们能不能修出一个 彩词的修正 我问他们能不能修出一个 所以我们也不能再厉害 所以我们也不能再厉害 这个 这个是彩词的修正 豆菜 已经烧过清花了 所以这个东西是比较繁琐的 这个都是有红彩的 红彩没说出来 应该是这样的 这个是红彩的 红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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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还有这个是 清花的瓷枕 瓷枕 瓷枕 这个也是亮点 以前我们从来没有见过 几个人 在灌药里面促处过瓷枕 瓷枕 这个瓷枕是到底 很重要的 大家想到瓷枕就想到瓷枕 北方的很多地方 民间是要造造的瓷枕 那么这次发掘的瓷枕呢 碎片很多 是一种如意形的 只有一种嘛 就一种样子 但是有始终不同的方式 这次来了三个 这个 这种瓷枕的枕 是在 因为官瑶茲枕 是应该从来没有 现在 不可能是明代 我看不到里面的画 这是 情况 但是这个再漂亮,它也是明显的 差别还有一点涨价 还有就是这样拖山的 拖山对象 跟甲山我们没有找到这样的完全相似的东西 但是我们有一个底部 这个底部应该是宣泽上的 它底下有宣泽上的 它可能是上面的 你真的发现它可能是上面的 这个是下面的 二位品种类似一种假设 规定你完全对 但是这种风格应该是宣泽的 那么这些瓶子 特别是这个葫芦瓶 也是在御药厂的位置里面出现的 对于这种葫芦瓶的出现 确实是有不同的看法 包括我一开始也是很浪漫的 这个东西报比是官邀还是明邀 因为明邀里面有这样的物质 而且不少 不少这样的文质 但是在官邀里面出这样的物质 就不一样 但是不管怎么样它就住在这里 不是住在明间的 意料上不管 就是在里面 所以你不得不 要很正宗的去思考 这些瓶子各种各样的 都是阿图素质的建筑 藩式瓶里面做造型的 这些瓶子 就是金花的 材质 这些瓶子 这次主要 它是金花和肉上材的 一样的物质 还有就是 但是又 平衡是这种丰富 这边呢有很多是成套 成配套 形成的套 这个是植骨 也许这个就是 约的酒 这个也是一整套的 这一整套的 它都是财 还可以化 必可净化的财 清花它已经造成了 如果你不加财 也可以 就像台北故宫收藏的那一件 露财的碗一样 就是形成这样的 也出去了 但是完成的 这应该是 这就可以完全一样 这个可能有点加财 知道吗 这个可能有点加财 知道吗 这种已经完成了 这种呢 也可能就是这样 因为 约传诗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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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诗 这些可以称诗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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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诗 这种钢呢,这种大钢呢,也是一种钢,这种钢呢是过去很传统的,这种在民间都用,在农村这样的钢是很多用的。 在农村有个地方,这种钢,叫脚钢,手脚的脚,每个时候都是洗脚,但是宫廷里也这样用,所以很多传统的东西是有维建,样测都是超过。 但是这几间棋物呢,大家如果看斩定了嘛,还可以仔细地看一看。 这个,你站着高一点看的话,如果看里边,可以看到很多打击。 那这个钢很厚,又是废弃的这种钢钢呢,它要处理的时候呢,它要备备着把它打击。 好,接下来讲一下这个藩王相关的。 那么明代藩王有关的指示的,明代早期到百期都一次。 如果要统计的话,直接发现有很多地方。 因为,虽然他们在建立明朝以后,他就分封了23个范围。 他的子孙,包括他一个子孙。 这个,然后呢,这些藩王的课题呢,可以继续试学他们的处备。 那么明代锦德正熟悉啊,我讲啊,这个,他应该只有两种指示。 一种是官员,没有什么第三种的指示。 但是现在出来的这个范王里的官员词,它就是变成了一个第三种。 但是这是一个特殊。 我们也不能把它说,啊,景德正熟悉,就是一个三种。 不能不能,怎么说呢,应该说是明阳和官阳。 因为在中间这一种呢,现在还没有得救精神。 那么,这个范王的词器呢,这个是在景德正熟悉上, 这个范王里外的地区,也曾经发现了一批一样的东西。 然后呢,在特地呢,发现了很多的器物。 这个是在湖北,这个是在往西贵里发现的。 这是在湖北的。 这是在湖北的。 而在景德正熟悉这个祭堂这个地方,也曾经试图过一批。 这个就是官员语的。 就是这个呢,这个呢,预期上的位置呢,是比较远的。 那么这个,这些标本呢,是碗安,薄索碗。 这些东西到底是什么,什么性质。 啊,这个也是要值得,值得,值得探索。 那么上次第二年我们在讨论的时候 我也已经讨论过这个东西 至少不是一般的明了 或者是官服定骚 是班王定骚 这些标准应该是官样的瓷器 我们说官方的瓷器跟民间的瓷器 它的最大序列的它就是官样 这个样式很重要 非常重要 这个是民间是不能使用官样的瓷器 这一点是很精神的 比如说容红 这个是民间随便用官服不允许 一般不允许 那么这批东西现在的性质还不能确认 但是我觉得是应该有的 这些东西是跟一些班王们出的性质 是有相关的 多别人可以看到的 那么我们在湖北四川山宫 那些地方临行为了灿染 就是有经济的 他那时候就去了一些困难 就发现当地看到了一小型的 应该是山王墓的家族的金口 在山东 沿州 还有成都的封房门怪 这是在刚才看到的古北 山王牧民族的封凤的茨气 这个明显具有官样的性质 官样风格的茨气 所以不是一般的 特别是这种 戴家梦实际上也就是这种 这种盘子 这种碗 这种高座碗 类似的东西是在古北 四川 山东 等地 那些官网有关的墓葬 遗址都发现了 这是一件很重要的契物 这件契物还是为我天生言之的 我讲的一个契物 这个人呢 实际上是一个 朝廷奉三威 郑国相居 这个是有一个规定的 它是三王的后代 三王的后代 如果能够称得上 做三王的做三王 三王做不到后代 安到次序 郑国相居 郑国相居 这个人就是不得了 这个是成法部里就不得了 因为这个用字子 而不是用字做的字 或者造成 这个官网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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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种气味 也是不适当的名的名要 这场就是这场 这两极高 这个呢 刚才看到 说到就是这种盘子 这是古北的 这是山东的 两个是山东的 类型都差不多 这个是在四川 在成都的 宫阀门也是 蜀王族的所在地 也出了这样的一种 所以 布格都类似 这样的做法 所以让人想到就是这种东西 就是当时 郑农国相居来 就是为了 为了专门给藩王的 或者是 朝廷为藩王的 或者是 他有一个官样给你 让我们可以去经骤 所以这个是它的基本标准 这两件是关系柜子 这个是天文明 这个是湖北出的 那么湖北出的呢 它很重要的就是 梁冠王族的 这次没有来这些 没有来这些 没有结这些情况 有很多的照片 这个呢 有人关注的 会知道这些东西 它有一个金钟盖 一个金钟盖的名字 它写了正宗汉文 所以我们没有解 因为它很有可能是 正宗以前 宣传的时候 或者是更早的时候 所以 还有学 那么推荐来的 这个是 龙龙的 应该是 官样的 还是呢 就是现在 质量呢 就是 产品 另外呢 它还有一些 它一共有七件事 还有这个 这个 还有高座 那么这个呢 这个人呢 这个情况比较复杂 这个墓葬里边出的这个呢 因为有正同二年的那种 金的这个 盖的这个 还有呢 就是 他的 梁冠王的王妃 所以 他的太太 她是锦太的时候 锦太尔殿死的 而且死了以后呢 她这个盟 这个墓啊 是合葬的 那朝廷 这个这种人 这个死的一个 要跟他们专门合葬 他一定要 这个 报 报这个 皇帝批准 所以 皇帝的同意 他才合葬 这个卫司呢 它是 这个 皇家平准的一个 撞到他的 上司的墓 合葬 这个合葬墓呢 已经供过了 已经供过了 供过了以后呢 所以 有些瓷器呢 放在里面呢 是 已经供过的地方 很有可能 是 合葬 我们才想起来一件事 所以 考古 考古参加是这样的 这样一个人 那些人也觉得 这些人很难 那么 我建重延迟呢 就刚才讲到这些人 那广西桂林呢 有一批 这样的这个梅品 这些梅品呢 都是 净强王民 还有这个 它的这个梅品呢 很多 我 一九九十三年 去 第一次去桂林博物 他们是把库房打开给你看,你柜子打开来里面全是媒品,整个房间它全是媒品。 我说你这个媒品怎么这么多呢?全是出的。 这部分是上销,但是有很多说来源来源。 但是这些媒品大多数是零代瓦器,加进万点以后是最多的。 这个是几件东西是有影响的,就是几件东西是特别的。 像这个,这个有一队,这个非常精准。 这个不是一般的民谣。 这个都有一队,但是战动媒品都有多是两件,你把它从最后来拿出来。 我们的桂林国管,馆长,对我们是有特别的支持。 我们要办展的团队。 这个在图队展平啊,中心位置这个放的,就撤下来。 所以这次能够办成这样的展览,是从各地和国内外,很多机构,也有的协助支持。 那么这三件东西呢,我们都在展平方。 这三件东西呢,它是,这一件是,这个画得非常为名。 这个呢,它来了两千,还有一队。 那么这一件呢,是过去,都有这个埼。 埼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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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埼玉。 埼玉,埼玉。埼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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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埼玉。 埼玉,埼玉,埼玉,埼玉。 这种年代是比较晚的,这个甚至于是年代家庭里面起来,但是它的风格还在这里,我们看此期好多都是老中学的风格,很明确的,非常精美,非常精美,是很难得的见法,很官邀以外的看到的这个东西,非常地保健。 还有这种呢,这个是也就是宣的官邀里面就有这样的,真的官邀里面就有这样的出来,这个宇超,宇超那种是,这个是某个案件,提到的那个状态,这些房有的,就是家庭司。 所以人代说,人代呢,有这种习惯,后面呢,把前代好的东西进行拍照,所以这个呢,有时候会增加研究的难受,但是呢,不要具备这种风格,至少就是这个陈代的操作。 《山东演出》 《山东演出》, 演出的那个地方,也是有些气功。 这个应该是那个区域的 先准八年去那时候的地方 那么成都 刚才讲到的成都这个地方 东华门外那个移植非常不明 非常不明 重要的什么地方呢 它有了好多好的移植 因为这次唐门发现的这个东西 因为都是碎片 说都是碎片也没有好像一个很经过很整理 所以我们也不清楚 我们不能说用这些东西 但是呢 这些器物呢 确实是很特别 像这件器物 这件器物就是一个很典型的这个器物 很典型的这个器物 台北部分有一个典型的 还有这种 这个就是高速玩 高速玩 这个是一个 还有这种称为叫西平架器 西平架器呢 这个 呃 四餐的这个屏幕 还是余幕 啊 这个等悟伙员的那些器物 为什么会跟你说你看说这些器物 这些器物呢 这里面呢 它有了这个 这个呢 这个呢 在我们书里面呢 它很有这个 这个 这个墓上的有点 出路 和这个 这个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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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呢 这个呢 这个呢 这个 这个呢 这个呢 那么呢 就是同一个地方 同一个家族 但是这个年代比较多 用这个前面的 比较少的年代比较多 这个是一颗 这个球 这个球呢 以前呢 没有看到这个东西呢 感觉它是一个万样的东西 但是仔细看一看呢 这个比官药的产品 稍微略出 略出底 特别是从底部来说 它是一个太监人物 而且这个太监呢 是很往重进来 它可能这种人呢 他可能在到了前面的东西 用来来配上 这个也是 四川 这种 像这种 这个斑毛 太监 这种比较少的 这种这个墨里面 明确的 而且呢 这件西部呢 它是 盖和气 不配合 不配合 但是呢 错误就是这样 所以这个呢 我们可能光是这样看不清楚 但是说了一句 这个盖子啊 就是前面的骨肺 这个 这个 一个翻光不出的那个罐 上面的盖子 是一样的 所以这种东西呢 你说是我们现在定在 那个 明阳里 还是呢 比较可能 你觉得 翻了 还有几件那个是 八克的碗 八克的碗 这个是 先上天平楼 这些碗呢 是非常的 静的 啊 非常静的 这种这个 这种样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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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说它不是官样嘛 也具有官样的 但是呢 民间呢 也有这样的 所以这个是 比较难以确定 不过呢 这次是放在民谣 但是 在浙江的龙泉 啊 就楚州的那个 灌尺里面 就是说 灵带天宗以前的这个 灌尺里面 就有这样的 这个就是 这个就是 这个是 啊 其实 这种造型 是比较多的 就是这种 这个在成都 东旁门也出了这样 啊 也是 所以 所以 这个 应该 不是 这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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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是 那种 五百 那种 这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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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 这种 因为你现在一定要搞出它的明确的能力 有的时候是比较难的 那么10世纪的中期的官网 它是因为它的词题是不一样的 总的来说它应该是有三年 一个是帝王上司的官员主席 第二个是皇家为帝王对出来的词题 还有一种词题 那么现在来看第一类比较少 第二类第三类比较多 那么正古已经开天生 所以这个帝王的词题 实际上还是初步的词题 就还会深刻地提醒 最后讲一个15世纪中期明耀词题 那么明耀词题呢 在1980年代以前呢 实际上因为大家都不清楚 什么是圣经平台天生的词题 就知道这个是空白词题 那么那个时候呢 开始初见的研究明耀词题 什么明耀词题呢 在国内呢 在国内呢 好像初度还是蛮多的 明耀词题呢 还有一共是帝王系呢 刚才讲过的经验的时候 帝王系 那么这个明耀词题呢 在正组的时候呢 它是境内的喜乐很大 正途元年的时候呢 这个是老百姓的明耀老板 这个是老百姓的明耀老板 他就是这个烧子出席 玩国间送给 送给 送给 公警 还接受了 给他作假 作假收购 但是呢 隔了几年以后呢 就出现了一些新的波折 就是说 正逢三年十二月的时候呢 出了这样一个 这个 这个 故告 静止烧到 观样清花白 就是说 清花不能烧了 你随便烧 就是要粘成 这样的境内因素呢 肯定是对明耀的影响 影响非常大 但是呢 可以说明 政府三年以前呢 这个 宣布十年到政府三年 这个明耀很新生 因为这个 观耀很烧 停烧了以后 这个必然呢 每一次都这样 就是 观耀新生了明耀 就算这样 那么明耀 观耀是被退的就是明耀性 这个是 这个是 非常地 那么 正逢三年开始呢 应该是走向消路 不过呢 过了一段时间 这种可能 可能也是 不是这样 因为 隔了几年没有声音嘛 大家继续 开始做 又开始 所以呢 所以呢 就 呃 有可能烧了很多 启息 朝廷又开始 这个下令 到正逢十二年 啊 这个中间 隔了九月啊 九月里边是一个 可以发展得很快的 啊 这个是 九十二年的九月呢 它是有 这样一个规定 就是 就是 不许 四江清 白地清花瓷器 卖给外衣 这样就可以 反过来 就说你 当时这样的风气 非常的 厉害 啊 这个 很多人把这个瓷器 去卖给外衣 是成了 啊 它为什么做这个布告 它就是因为有很多人 在这样做 所以 所以 而且它 地方呢 也很多 规定了这些地区 实际上 应该还不是 局限这些 这个 站位应该很大的 包括这个 海外 去海陆的 它没有 没有一些地区 那么这个禁令呢 就是 跟前面的不一样 它前面的 是各地区 卖 或者给官员 这一次呢 它是 外国人 不能 不能卖出去 那么 过了 几个月 三个月以后呢 它们又是 来了 这么一个布告 这个布告就是 禁止的 这个 就很大 这个是 这个严禁的措施 非常的 这几个可能是 那么 以后 就会很 就会很 困难 以后的这个 这个 这个 这些都是说明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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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些都是说明 这一次的禁令 非常非常 这个大 正从十二年里面 很明亮的照照 明亮 对 明显的 这些 我们这边再介绍一下 这个 四川屏幕 的 四川屏幕呢 这个出了一些 很重要的词区 这是 也是我们这次展览的量 那么 我们到这个地方去进行过考试 这个地方来收到的词区呢 已经有很多年以前的关注 我们早就关注这个 这个 2008年 那个 四川 大地震的时候 我们就想到 那个地方 对呀 屏幕的那匹 词器 专业的人 除非想到专业的人 除非想到那个 二王庙 二王庙的 这个情况 还不想到这个 后来 四川大的专家告诉我 联系 这个 保存的地方 我说的就是 对 这个 这个 这几天 词器是非常重要的 明代早期的这个民谣中间 这种彩词 像是建造的 最近有一位台湾的尚家 他这个 他这个 这个 说 这个 这个 多少年以前 就想看到这三点 这次终于无缘 那就说明这个 在心头当中 就是 也很跨念 这些这样的 词器 确实是非常少见 这个 这个是一个 平五线的一个 王熙墓团 王熙是当地的一个 土坏 他的家族墓团 很多 词器也不少 那么最作出的就是这个 这个 那这个美品呢 是跟我们的 上读的那些 谷歌 很相似的 不过财也不一样 可能是财 可能是财 但是 不财里面 这个 把财 都退了 退了 退了 那么这个王熙 它是 下葬 天寸八年 所以 这个应该是 时间上 应该对的 所以 这些纸器 应该比较干净 我们有一件这样的器 这一件我们放在展平很多年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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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固位跟它完全一样 应该 财也是差不多 但是我们这个因为是 船师的关系 它的财 那个 那个 已经 前面的那个 三件 已经 破坏了 但是这个是非常重要的 这个 就是 这一次 就是 他们 这个当地啊 被我们的支持 也被人 就是我们上 这个 这个挺起来 在这个时候 他们有个小 我们还有一批 传世的器 这些器物呢 主体的画面画人物 得个 云气 交液 还是 这个时候 那个时代 比较重要的 这边都是 这边都是 基本上都是 这边全是人物 那么这个 这种 这种状态 下面都是这种 交液 就是 什么 就是 相比 就是 人物在 这种人物存在 所以 我们过去感觉到 空盖机的 纸器 有点像 但是呢 在图案图局方面 像人物的 原型画里面 是 一件器物 一颗题材 但是 这个时候的器物 两件 所以 这两个题材 感觉 再说 注释人物 一颗题材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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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时间关系呢 我就 不多收入介绍 大家可以 再到 彩虹 这些器物 都是当时 非常 流行的 基本风格 大致上 要是 索实器的 和 黑虹 这些器物 基本上是 可以 在这个 展览里面 发行出来 这个 看得出来 这个标本空间还出现了一些人物的 这个是官邀 这个叫做 是不是 哪些是官邀 哪些是民调 这个呢 这个因为相关系 我就再放一下 这个 这个今天 那个他的 就是有年款的 就是偏寸年 就部分国务院的偏寸年 偏寸七年 还有香港艺术馆的偏寸五年的 我放一下 这个是 这个是香港 这是民调的基本风格的 可以 可以让这种之类啊 这个这个在 收府中取的纪念会 也不可以看到 这个是两系列的 这个三部 然后再过去 那么 收府之类的民调产品呢 在正常上 他们这个是给后边呢 后市呢 留下了很多 留下的东西啊 其实是 比民调其他事在 甚至于 从资料上来说呢 可以超过 有个宣传 所以最后我要说 这个民调之籍呢 这个官邀新盛 刚才我 说民调之类 反过来一些 所以整个收府之籍 东西的民调 相比较 比较新盛 我们这个展览 这个从 这个 呃 前面到后边 呃 前面是这么样 很重要 主要是官邀 呃 但是后边 也不是 这个就是 呃 呃 培衬 或者是指数 它也是有重点的 呃 后边两个不关系的设计 很重要 呃 因为时间关系呢 这些方面呢 不能完全 呃 所以呢 呃 希望大家可以再来再到咱们订阅去看看 通过其他一些资料再多了解一下 以后还会有一个很大人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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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吴老师的精彩讲座 吴老师不仅为我们详细解读了 黑白痴的历史背景 分享了当然最后精彩工程的故事 还为我们带来了四个板块的同内容 以及其中在各产品的讲座 那么由于时间限制 本场讲座就到此为止 让我们再次一个的讲座 感谢老师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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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